大家好,我是WhatVisaLoyers的Wendy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0月澳大利亚的移民动态 10月初,我们终于等来了新财年的预算 虽然PR总配额还是维持在了16万 但是为了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 各类签证的配额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变 技术移民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89、190、491类别 技术移民的签证配额大幅缩水 比上财年减少了一半以上 其中189的配额减少到了6500个 190从去年的24968个减少到了11200个 边远地区技术移民的配额也减少到了11200个 发放的邀请也主要集中于澳大利亚政府认为 目前有明显的紧缺 而需要海外境内人才填补的职位上 比如说机械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 护士等等 这些职位的申请人将会给予优先的审理 9月的189申请一共发放了350个 大部分受邀人的职位都是在紧缺列表上 最低的邀请分数则是65分 如果你的职业不在紧缺列表上 我们建议考虑周单190或者491签证作为备选方案 GTI全球人才签证 GTI是本财年疫情下政府吸引人才的改革的最大赢家 配额从去年的5000名翻了两倍到了15000名 根据上财年的统计报告史是 GTI的下签率高达99.5%以上 大部分的申请人来自于ICT 医疗技术和能源领域 占了所有下签人数的74% 农业、高级制造业、金融科技和网络安全等职位 则占了剩下的26% 如果你是以上几个领域的顶尖人才 可以通过我们网站上的免费GTI评估表格 来看看你是否能满足要求 投资移民签证 投资移民签证的配额增长了近一倍 投资移民类签证主要有188和132 目前最所有各州政府欢迎的是188C 500万重大投资类 澳大利亚在11月2日率先开通了188C的州政府担保申请 配偶签证 配偶签证的配额也从去年的47000增加到了今年的72300名 配额的增加将会缩短签证的审理时间 而且如果你是在境内递交的申请 或者是你的担保人在澳洲避远地区居住 你的申请将会被优先审理 除了这个利好消息 配偶签证也将面临一些改革 首先在2021年的下半年 配偶移民的申请人和持有PR签证的担保人 都将需要满足语言要求 也就是等同于雅思均分4.5 或者这名有在努力学习英语 语言要求在TR转PR签证下签之前必须满足 更多更新的移民咨询请关注我们 谢谢大家